大家好,我是帶大家發財的發掃 歡迎收看新的發財日記 俗話說得好 金錢不是萬能,但是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得到新冠肺炎是誰都誤想 但他卻人人都有可能中獎 請假隔離在家 沒收入怎麼辦 No problem,交給我發掃 讓我告訴你如何申請勞保 普通商品給付還有防疫補償吧 今天要分享的內容由 這兩大輔助的申請對象 應被文件申請流程 影片的後半部還有我們家的實例分享 為什麼我老公兩個都可以申請 但是我卻一毛都進不到 影片追偶還有常見QA 歡迎大家看到最後喔 我會把影片的大綱放在說明欄 歡迎大家點進去你需要的部分觀看喔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GO 第一,申請對象分為兩大A 確診者跟非確診者 如果你是確診者 你要申請的是勞保普通商品給付 而不能申請防疫補償喔 如果你是非確診者 但是你被匡列隔離的話呢 你就可以申請防疫補償 另外如果被隔離的人他非確診者 而且他生活不能治理的主要照顧者 如果你是照顧補合以上資格的人的話 你也可以申請防疫補償喔 第二,要怎麼申請呢 要需要什麼文件 什麼流程呢 首先我來說明一下 確診者要申請的是勞保普通商品給付 他的金額怎麼計算呢 就是扣除前三天 也就是說如果你居家賬戶四天以上就可以申請 比如說你居家賬戶總共是七天 扣除前三天也就是後面四天 可以申請再乘以二分之一 你就可以拿到你兩天的投保薪資囉 那他需要什麼文件呢 很簡單 只要兩個文件 第一個就是申請書 第二個就是診斷證明 或者是同等效力的證明 勞保局的申請書可以直接上 勞保局網站下載列印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面說明欄 第二個呢 診斷證明 聽到這邊大家不要衝去醫院 叫醫生幫你開 新冠肺炎的診斷證明喔 這樣子醫院會塞寶 我們可以用以下三種證明其中之一代替就可以囉 第一個就是你的居家隔離通知書 第二 數位健康證明 第三 健保快一通 APP PCR陽性的截圖 有你的姓名跟身份證字號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你把以上三個文件其中之一 練一下跟你填寫好的申請書 一起拿去給你的頭寶單位 該將寄出給老保局就可以了喔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詳細的 申請流程還有Q&A的話 可以看我右上角的影片 之前我做的影片 在這裡在這裡 歡迎點閱喔 那接下來防疫補償呢 要怎麼申請呢 剛剛有說這個是 非確診者可以申請一天一千元的防疫補償 它要什麼文件呢 等一下 那我發掃發工一下 好我想起來了 就是呢 你要準備 身份證 存折封面銀本 隔離通知書 還有 切結書 也就是你因為 這個隔離損失 薪資的 切結書 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話呢 要準備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的同意書 切結書跟同意書 都可以在衛福部的網站 下載列印喔 那我也會把網址放在書名欄 大家可以點進去 很方便吧 有沒有很貼心啊 我這個發掃 只要可以申請的 我們就去申請 發音補償的申請流程 是什麼呢 要怎麼申請 要去哪裡申請呢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 我們就是去區公所零貴辦理 那第二個就是上網申請啊 我個人是覺得說 上網申請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很簡單 用電腦或手機都可以 要注意什麼呢 首先你就是要把剛剛講的文件準備好 注意喔 這些東西都要轉成圖檔或照片檔 像我第一次幫小朋友申請的時候 都是有PDF檔 結果系統不解鎖 害我跳出了系統 又要重新進去系統 從頭舔一次 這樣子真的是蠻麻煩的 所以我後來就乾脆用手機 全部都是用手機拍照 拍拍拍就OK了 那申請的流程的話 我們就是跟著這個防疫補償的系統 一步一步的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呢 拍照你的文件 或者上傳你已經準備好的文件圖檔 最後它會有一個欄位可以上傳其他補充的附件 比如說你有切結書啊 同意書啊 或者你想要補充的文件 像我的小朋友 他的隔離通知書可能就有兩份以上 這時候就可以上傳 然後記得要寫上簡短的說明 然後按送出就OK囉 最後呢 系統會給你一個按鍵編號 那你要把這個按鍵編號記下來截圖存檔 之後你要查詢按鍵進度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按鍵編號很方便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不小心手滑 按下去之後 哎呀 我剛剛有掃傳一個文件 它是哪邊寫錯了 沒關係 你申請按鍵 按出去之後24小時之內呢 只要它系統沒有顯示說 按鍵受理的話呢 你還有一次修改的機會喔 好接下來我來實力分享 大家在請假之前呢 可以看看有沒有跟我們家一樣的狀況 才知道說怎麼請假比較划算喔 那以下的日期是為了舉例方便 不是我們家整整的確診日期喔 我們家適用的制度是 確診者居家照護7天 其他人是3加4 我是我們家第一個確診的人 好比如說我4月30號確診 所以我老公5月1號2號3號 這三天就是被匡列隔離的密切接觸者 這三天他可以申請的是防疫補償 然後呢第4天5月4號他確診了 這是確診的第0天 接下來的7天居家照護呢 也就是5月6號到11號 是確診者的居家照護期間 那從第4天開始他就可以申請 所以我老公這兩種補助都是可以申請的喔 因為他被隔離或者是居家照護的期間呢 他都有請假而損失了薪水 那像我呢是兩個都領不到為什麼呢 像我好比如說我4月30號確診 然後5月1號到7號就是我居家照護的期間嘛 這7天呢我們公司是可以遠距上班居家辦公的 所以我是有領到薪水的 這7天我只有請假了一天是法定傳染病假 就跟一般病假一樣我是有領到半薪的 那我請假的天數還不到4天 所以我還是不能申請勞保的普通商病解付 然後呢7天之後換我小孩確診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公司是沒有居家上班 我也不能夠領薪水 我只能請假 然後那時候我請的是防疫照護假 是沒有薪水的 但是不扣烤機 因為我照護的是確診者 所以我也不能申請防疫補償 所以我那個月就被扣了蠻多薪水的 這個時候如果是有特休的人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請一下特休 就不會被扣薪水 好啦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這個差別就在這裡 最後我們常見問你Q&A 第一個 勞環普通商病解付要請什麼假可以申請呢 不管你請的是病假試駕或者是特休都可以申請喔 第二個防疫補償 是原本就沒有薪水的學生或者是12歲以下學童也可以申請嗎 答案是可以的喔 我就有幫我的兩個女兒申請 好第三是什麼呢 讓我發工想一下 嗯 好我想起來了 就是呢 如果我已經隔離結束了 我還沒有拿到隔離通知書怎麼辦呢 現在可以上健保快通APP申請 桃園市民的話呢 可以用桃園市的LINE APP去申請下載喔 可是如果是像我當初那時候還不能用健保快通APP申請喔 桃園市的LINE APP申請系統 裡面資料也有錯誤的話呢 我只好零貴去申辦囉 我上次就親自跑一趟衛生所零貴申請囉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的影片 那現在可以健保快通網路申請的話是方便很多啦 第四個問題 就是呢 如果我還有防疫補償的問題 應該打什麼電話呢 這時候你要打的是 1957社會福利諮詢專線喔 不能打1922喔 他們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有 老保有普通賬命解付的問題 當然是打電話去問老保去囉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烤金就是上輩子 咕咕咕咕 不是那個烤金 就是公司會算你的分數啊 就跟你們學校的成績一樣啊 不是烤金 都是那個烤金要咕咕咕咕 不是喔 不是喔